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五,今天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表现,首先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其次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我们先看消息面。 分析师纷纷上调2022年美联储加息预测,美银预期今年加息7次,美国前两大银行均上调对美联储今年加息速度的预测,其中美国银行预测美联储可能为应对高通胀而在今年历次会议上加息。 我们现在预计今年将有7次各25个基点的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峰值将达到2.75%到3.00%,那么一个报告中写道,这应该会对经济产生滞后影响,对2023年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摩根大通将2022年加息预期从4次上调至5次,首席美国经济学家MF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会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为了阻止市场预期每季度加息一次。 鲍威尔的鹰派论调是利率期货市场预期今年将有大约5次加息,一个报告也将于周五将在2022年加息预期提高到5次,同时也表示多则7次,少则3次是情势发展而定。 现在我们的基本情形假设是3月、5月、6月加息,7月量化紧缩,9月加息,11月因通胀降温而暗冰不动,12月加息,央行策略主管KJ以及其同事PW在客户的报告中写道。 好,那么这个消息呢,我怎么说呢,我们啊,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假设哈,虽然啊,不一定准确啊,但我是觉得啊,他呢,给了我们一种感觉啊,至少给我个人一种感受,就是今年的美股市场吧,美股,比如说以大盘为例啊,他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节奏呢,可能非常的复杂啊,那今年啊,应该不是特别强劲的牛市啊,不是特别强劲牛市,所以今年的交易难度, 啊,要比过去那一两年的一个牛市要难很多哈,大家不一定走强势空头啊,我这里啊,明确表达一下观点,嗯,另外,苹果营收盈利创新高,股价涨超5%,巴菲特大赚80亿美元,周五BRK在苹果公司的持股价值月升超过80亿美元,因苹果公司股价在强劲的财报后上涨了5%以上, 苹果周四公布了该公司2022财年一季度财报,营收达到近1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除iPad外,所有产品线均实现强劲销售增长,投资者似乎特别热衷于CEO库克关于供应链问题正在改善的言论,一个数据显示, 就是,BRK于2016年开始买入苹果股票,目前持有这家iPhone制造商,这是88713600股股票,这是8.8亿多股票,占苹果已发行股票的5%以上 自2016年以来,巴菲特一直是苹果最大的支持者之一,尽管他在购买苹果股票之前曾认为高涨的科技投资对BRK来说风险太大,苹果现在占BRK投资组合的40%以上 苹果定期派发股息,巴菲特表示,根据他的投资理念,这很有吸引力,巴菲特曾称,苹果公司是BRK继保险和铁路业务之后的第三大业务 他此前曾表示,iPhone是一种粘性产品,可以让人们留在苹果公司的生态系统中 注意,苹果公司不仅仅有iPhone,那么未来还会有Apple Car呢 所以苹果,我个人认为苹果在长线方面是没有太大问题,只不过近期偏中线短线的方面给了一些回撤 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巴菲特在2020年2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我不认为苹果是一只股票,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第三项业务 对苹果公司的投资在帮助BRK度过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后者业务的其他支柱,包括保险和能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我觉得能源还好 另外一个机构将苹果目标价从185上调到199,维持跑赢大势评级 那么该分析师指出,预计收入增长将连续减速 不过也预计Q2毛利率将持续强劲并创下纪录 他仍然看好多年来5G升级的顺丰 服务和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优势以及汽车、AR、健康和支付等潜在新产品类别的齐全价值 是的,苹果未来将会继续引领科技潮流 好,我们先复盘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大盘指数方面已经收盘,我们直接看我们期货 标普白指数期货目前是今天再次开出了一根震荡阳线 但是这根阳线标普白指数 今天这根阳线却破了我们上坡我们下跌趋势线 所以这一周可谓是横盘周 最终在周五这一天给出了一个向上突破的信号 一个信号,这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意味着空头又怂了 但这一周从横盘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 我们画一个简单的,这个位置是个阻力区 这个位置是个支撑区,我们发现这一周就是,这是四小时图 这一周就是在这里横盘震荡,它没有给出真正的方向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趋势理论,近期的一个下跌趋势 在趋势线之下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偏空一点点 应该逢高去找阻力位去做空 那么我今天盘前,虽然感觉多头力度不足 因为分析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们在30分钟中看一下 30分钟左右,因为盘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多头相对较弱,空头相对较强势一些 但是呢,在美股开盘之后呢,给出了反复震荡之后呢 选择上拉啊,再次测试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没想到在尾盘啊,将近就现在这一两个小时啊 选择了向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线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下跌的不顺利,下跌行情的不顺利啊 也就是说啊,持续暴跌行情发生的概率呢,在降低 那这样的一个啊,比如四小时图,向上去逆转这个下跌趋势线 去突破,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可能意味着啊,这个多头暂时的回归啊 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啊,继续走震荡行情呢 这个概率是在增加的,会走强势牛市吗 我认为啊,这种强势牛市的概率有,但是偏低 会走震荡行情吗,我认为震荡行情的概率会偏高 我们啊,一直都不希望走前空哈 但是呢,我们之前按照趋势理论啊 是预期啊,可能会走空头的 但是这空头的力度并没有给出来 目前啊,这个力度啊,还是比较均衡的啊 事后看啊,这个本周啊,这个逢高做空啊 是比较好的策略,那么逢低做多呢 貌似在周五最近的这一根四小时K线上好像是对了的感觉 但是,这是事后如果亮 所以啊,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 还是按照顺势交易的去思路去布局会好一点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现在呢,东空双方啊,再次产生了新的分歧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呢,变得 我觉得啊,变得更为的复杂了 那虽然啊,投资银行啊 包括主要是华尔街吧 那些投行们都在对加息的一个节奏和可能性啊 做出了一些啊,预判啊 当然是我觉得啊,华尔街啊 内部呢,也有很多的分歧 那么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博弈呢 也是非常的激烈 本周呢啊,就算是打了一个平局 就是一个平局 那么后续呢,还要看周一的表现 那么如果还是,现在猜不到啊 那么下周一的表现非常的关键 那么空头呢 看到今天尾盘的这一根四小时K线的时候啊 应该会啊,重新像我一样啊,调整思路 那么多头呢,也看到这根K线的时候 也会重新调整思路 多头有信心吗 信息啊,要信心要比在趋势线下边 要比在趋势线下边的时候啊 强了一点点啊 那么啊,多头的一个担忧呢 啊,仍旧是他会不会回踩 再踩破这个啊,低点附近啊 所以啊,我们啊 下周啊,早些时候呢 要密切关注K线的表现 说这周啊,谁赢了呢 谁也没有赢啊 谁也没有赢啊 因为啊,这个多头还需要进一步的踩下来 确认一下啊,确认信号还需要有 那么现在短线应该怎么做呢 这周已经啊,快收盘了啊 啊,这个期货啊,马上就要也要收了啊 啊,这周啊,这个短线呢 啊,我们本周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说过做做了一次多是吧 然后啊,冯高离场啊,在这个位置啊 喊了一次空啊,在这个位置再才喊了一次空啊 那么现在呢,啊,又到了新的一个点位啊 我觉得新的一个点位需要到下周一的时候再去说 好吗,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多呢 我再说一遍原理,原理就是我们啊 想在胜率上啊,偏高一点点 为什么,什么胜率高啊 在空头趋势之下的时候,冯高去做空会胜率会更高 说啊,现在你看到这个颗线你觉得啊,可能会错过一些波段啊 但是错过本身就是好的啊 为什么,万一他这个真正的走一个空头了呢 是不是,那么现在呢,会不会真正的恢复到强势多头呢 啊,是我们啊,接下来啊,早些时候 下周早些时候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好吧 那么今天的科技股呢,受到啊,苹果公司的一个提振啊 给出了一个强劲的反弹 但是我们啊,在日线级别还是看到一个相对横盘的一个状态 他并没有去啊,去逆转这个小横盘的一个高点啊 那么标普呢,反倒去啊,也没有 他只是对下跌趋势线啊,有了一个像上上的一个突破 那么纳斯达克呢,这个指数呢 大盘可能是收了2%点多是吧 哎,也3%点多 这个期货呢,目前也是3%点多哈 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啊,行行情啊,稍有不同 那么我们近期划出的一个下跌趋势线 目前还没有被他去逆转啊 所以多头啊,在科技领域仍旧需要谨慎 那么这一波科技领域 他的回撤呢,要比标普要深很多哈 15% 有人说啊,深深深的更多 是不是意味着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更大呢 事实上啊,本周并没有给出比标普更强的一个反弹 是不是 他也是在底部的一个横盘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需要看长线下跌趋势线啊,突破啊,被向上突破的一个可能性 好吗 啊,这个是科技股 科技股和啊,标普摆指数的一个点位啊 确实有不同啊 在特别是在趋势方面 有有有微小的差异哈 但是微小的差异啊,就是本质的差异 好吗 科技股下周要关注啊,对于下跌趋势线啊,向上突破的一个力度 因为今天毕竟啊,啊,涨的比较厉害的只是苹果啊,那么其他公司呢,只是啊,为都是反弹啊,小反弹啊,对吧 啊,其他科技类的都是偏小反弹 好,罗素呢 对于罗素的判断呢 我们今天盘前对他的看法是呢 啊,因为他在不断的创出新的低点 我们啊,还是按照下跌趋势去看的 那现在呢,只能算是一个下跌趋势中的一个反弹行情 那么在四小时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实际上他的一个下跌的深度呢,要啊,远强于啊,标普和纳斯达克啊 他不断的震荡下行 那么现在呢,我们仍旧应该看啊,他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法 那么什么时候上行呢 他有诸多的下跌k线啊,下跌的趋势线啊,去啊,去向上逆转啊 现在呢,还不能看强势的多头 现在啊,唯一有点强的就是标普啊 那么道琼斯呢,今天涨幅也是较大啊 他呢,和标普反倒有些类似 在四小时级别也是有一根阳线啊,向上啊 突破这个下跌趋势线 所以标普道琼斯是下周我们重点关注的 是否能够啊,确认多头的一个信号 那达克还需要更多的强势阳线去逆转下跌趋势 好吗 好,这个是 那么罗素呢,我们仍旧应该按照下跌震荡下行的思路去看 好,这个就是啊,几个 那么今天的原油呢,在高位呢,也是完成了一个在日线级别的高位震荡行销啊 表明交易的难度在日线级别趋势级别变大了 那么我们在四小时级别,甚至更小的级别呢,也是尝试去做一些超短线就OK了 好吧 那么在30分钟图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啊,他也是在高位的一个横盘震荡 那他这个图呢,反倒跟大盘指数啊,方向正好相反啊 也是在高位的横盘,那个指数呢,是在低位的横盘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今天呢,继续啊,维持在低位的一个震荡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低位啊,形成了一个在下一线的一个K线啊 表明在18啊,在1790一带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 毕竟啊,之前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场,有有多处的,就是你看有些粘合吧 就这些K线都在这里停顿啊,停顿 所以啊,这个位置好,好像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支撑的感觉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我们看到啊,跌下来之后呢,没有跌的更深啊 而是产生了一些横盘,可以像 那我估计下周早期时候可能会给出一些短线多头的一些机会 我们看一下30分钟图啊,也是啊 他在这里稍视横盘啊,估计呢 啊,下周啊,做多的这个胜率会偏高于空行 啊,因为毕竟啊,这一波是一个大型下跌腿啊 下跌不对 好,那么今天的美元呢 啊,按照我们今天盘前的预期呢 是啊,在呃,97啊 到这个下方的支撑区大概是99啊 97块5到97之间啊 给出了一个小型的洗盘啊 回彩确认 四小时图上呢,看得更清晰一些啊 好 那么这周的大事呢 啊,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啊,空头啊 并不是很着急 多头呢,也没有很着急 那怎么办 那么下周的时候啊 这个多空双方啊 也非常的重要了 说将来啊 美股到底会怎样 其实我本人没有那么大能力去预测啊 因为华尔街也没有给出方向来 本周没有给出方向 他顶多算是在第一位的一个横盘 那么如果硬要按照趋势理论去判断的话 标普也仅仅是对下跌趋势 有一个小小的冒上尖头啊 那么下周会不会啊 就持续的冒上去啊 向上走 是我们啊 接下来就要重点关注的 好 那么今天啊 这个主要的这个股票呢 啊,是以上涨啊 这大部分股票还是上涨了 对吧 受到大盘的影响 那么啊 今天我们特别说了这个金融领域啊 没想到这个V和MA 以及AXP这三家啊 金融服务公司啊 这个给出了一些暴涨的行情 那么苹果相关的产业啊 都是被领长的 看消费率电子的苹果 数字苹果啊 无线充电也是苹果啊 段雨瓶概念也是苹果 然后新债服务是金融啊 那么今天盘前的金融领域 虽然我对整个金融领域啊 没有特别的偏乐观 但是啊 还是啊 有几家公司啊 冒出来了 好 我们啊 先把这金融这几家公司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威啊 那威呢 在视觉上我们今天啊 盘前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近期下跌趋势下的一个花线 那现在呢 很显然时候看啊 有可能去逆转这个下跌趋势线哈 好 那么接下来如果横盘啊 或者是给出停顿机会的时候 可能是做啊 做多的一次机会啊 多多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 好吧 毕竟啊 这个地方有点相撑底的意味啊 双重底的意味 右侧点呢 要比左侧这个低点要高啊 要高 所以后续呢 给出回落的时候 可能是布局多单的一些机会哈 等待一个回落 明显的回落 那么V啊 这是V 另外一个MA呢 嗯 也是类似哈 也是类似 MA之前我们在底部啊 跨过一次线啊 他并没有啊 跌得很深啊 而是二次探底的感觉 好吧 他这个图呢 要比刚才那个V要好一点 你看 是不是啊 这还这么画的画了一个下跌趋势啊 同时呢 同时呢 回财 然后再止跌再拉升啊 那么后续也逢低啊 去做多也是OK的 但我总觉得哈 他这个图过于震荡啊 所以不好 不好去 不好去交易啊 趋势性比较 不是很明显啊 趋势性不是太明显 但是按照啊 如果利率提升啊 对金融领域啊 利好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话 那么金融领域还是后续 还是会走多的哈 这是在这个呃 业务面上啊 说的 AXP也是啊 AXP AXP近期是在高位的一个横盘 我们在这个趋势线附近啊 看到指定啊 估计后去还有有涨的概率 但盘后呢 又下跌了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震荡啊 所以这三家图里好像只有MA会更好看一点啊 好 好 我们赶紧说一下苹果和特斯拉 那么苹果公司今天是啊 受到业务啊 业绩的影响啊 对于下跌趋势啊 完成了一个向上的逆转 那么今天的纳萨达克呢 也是受他的一个提振啊 好 今天上涨6.98%啊 我估计呢 会有在高位啊 这个解套的一些人啊 或者说做短线啊 卖出的一些人啊 那么在4小时级别 我们看到啊 他也是去尝试逆转这个下跌趋势 好吧 苹果呢 我觉得长线没有太大问题 短线内啊 做一些啊 仓位上的调整是应该的啊 他会不会持续上拉呢 这也是一个下周需要密切关注的 那么下周科技啊 包括纳斯达克啊 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啊 他回落指定的一个 这个重要工作是要做的 另外一只 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呢 在850亿的啊 在年线附近呢 还是有所止跌的 全天收涨2.08% 在年线附近是否能止跌呢 有这个意味啊 有这个意味 那么后续啊 会不会啊 就像我们刚才对大盘判断的一样 在高位啊 这个横盘震荡了 而不是继续暴走啊 就是暴空啊 大空头啊 我有点倾向于横盘啊 然后再稍微啊 又一下空 那种 对于这种走法呢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今年的行景 因为毕竟没有加息呢 如果温和加息的话 也没必要暴跌 对不对 而且加息这个事啊 已经被我们消化了一周了啊 也不叫消化一周啊 消化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都觉得会加息 然后报位只是提出了一下 然后啊 稍微啊 震荡了一下而已 你看啊 市场好像已经把这个预期消化了很多啊 都心里有准备了 所以呢啊 今年可能是做一些波段交易的一些机会的一些好年份啊 20232022年 好吗 说这个特斯拉啊 万一跌破了怎么办 也不要太悲观吗 就人们啊 这总在两个极端中啊 走 不愿意在中间走啊 所谓中庸之道啊 所以我呢 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思路 我也不知道啊 市场究竟会怎么走 但是我是总觉得啊 不能走极端 不能走太极端 好吗 好 这个是特斯拉 那么今天的 金融领域呢 我们再看一下行业层面啊 金融领域呢 也是涨了很多啊 今天房地产也涨了一些啊 啊 都是在年线附近啊 都是在年线附近 如果啊 后续真的不走强势大空头的话 那么应该先在这里横盘震荡有点时间 应该会有很多短线 多空双方的一个共同的一些机会啊 啊 我们再看一下天然气啊 ung啊 啊 今天再次延续了暴涨 那么昨天啊 稍微拉上一转 今天再次暴涨啊 好 这个是游文集 好吧 高科技领域 今天也是受到这个苹果的体制啊 应该就是在年线附近的博弈吧 啊 多空双方都应该注意啊 彼此的一个支撑或阻力位的一个啊 运动啊 情况啊 都不应该过于的悲观 好 那么在科技股里边 应该啊 今天有很多啊 那么稍后呢 我将录制啊 一些重要股票的一些表现啊 那么如果啊 粉丝们现在有什么股票要分析啊 可以留言 我们啊 将在周六的早些时候啊 或者是全天呢 都在发一期节目啊 专门是解读 分析啊 这些重要股票的 好吗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这样啊 我们周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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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